今天有百多宗 差不多八十多宗是本地个案 而本地个案之中也有很多是源头不明 变成其实每天都有一些染了个人在社区周围放毒 总之我们忍一忍等疫苗出来我们就解放了 欢迎回到C老板继续是C老板继续的老板 和威威对话 欢迎你C老板 大家好 我们上集说可以香港人开车去大湾区 是否很有利好呢 C老板有自己的看法 今集我首先还没说到施政报告对香港的楼市看法之前 我首先比较关心香港的疫情 因为我想什么时候我回到去再回来不用去隔离 看到香港的疫情也不算轻轻 八十宗一百宗今天也有差不多七十多八十宗 好像第四波也挺严重的 我有些朋友的朋友也中了一招 你怎么看香港疫情有什么事 这一次其实比上一波是严重的 因为上一波很多都是外来的个案 就是在外面染病来到香港发现的 这一次就好像今天有百多宗 你差不多八十多宗是本地个案 而本地个案之中也有很多其实是源头不明的 你如果知道源头就可以去倒截它 源头不明你就不容易去把那些人 有关人等到隔离 不让他们扩散 变成其实每天都有一些 染了个人在社区周围放毒 这两天不是几何级数的上升 其实算是幸运的了 我自己觉得长期这样下去 香港的经济是很难有机会康复的 即是香港人如果理性一点 就宁愿辛苦 譬如一个月真的清零 以后就不可以说一路永日 起码你可以搞一些旅游气泡 本地那些内部需求的生意 可以恢复进行 我记得北京封台区出事之后 因为采取比较严谨的封了整个区的措施 它都不用一个月就可以解决问题 澳洲前一轮都很厉害的 几百宗一日的 但是澳洲政府采取严格的封城 限制人之间的距离 做得严格的话 都是一个多月时间 都可以去到零 那如果你说全港 现在说强制检疫 有些人不赞成 或者全港强制检疫 香港的人手不够 用内地的人手 也有一部分人反对 我觉得用本地的检疫能力 集中去对付一些出问题的地方 做得严谨一点 但是我相信都可以将第四波疫情 是尽快降低的 现在政府又应该恢复回 要外面吃饭 只能够两个人 十点钟之后要关门 一些泳池、健身室、卡拉OK 那些全部停下 政府可能又鼓励在家工作 或者公务员都有一部分在家工作 那执回紧一点 我自己认为是有机会降低一点 那最好当然有些罚质要加强 比如立法修订某些法例 你可能罚得重一点 除了罚钱之外 可能还要耕耕 那效果会明显一点 你觉得因为现在股票就炒疫苗 因为美国大陆都有些不同的疫苗 那你觉得我们总之忍一忍等疫苗出来 我们就解放了 那当然不是 疫苗你要打到一定的程度 要三分之二的人打了疫苗 有抗体 那传染才会停的 就是譬如三分之二是什么意思呢 它传染三个人 其中两个都是有抗体的 就是超过一半 百分之六十六是顶住 但回头 你想传染给三个人 其实只是传染给一个人 三个变一个 那你就越整越缩 但是要这么多人都打齐 现在估计香港可能没有这么快 有疫苗 因为香港自己没有生产 也要买别人的 别人就可能给了一些自己有先的 那香港我相信可能明年第一季 才有要打云三分之二的人 可能去到明年年尾才能打云 那你还要很久熬 还有香港是一个要依赖外边 提供一般的生活所需的城市 我们不能什么都本地出产的 我们这么小的地方养了七百多万人 一定要买外面的东西 那你对外有一定的开放一下 那么 那间中又会传进来的 所以完全停了又没有机会 那你管得多严也好 都会一两个浪漫之余的 但是管得多严 起码一发现就立刻追踪 立刻限制它 等外面觉得你都有把握 控制住大局的时候 大家就够胆 和香港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经济才有机会复苏 但是现在政府有没有做到你说的东西呢 做不做到呢 政府现在就 香港原有都有一定的法例可以 因为防疫的需要 对一些人提出一些强制性的要求 但是可能法则还是相对松 执法起上来 也都不是去到最尽 那如果政府知道这件事 一定要严格执行 否则香港可能拖在这样的情况 好一阵又延返 好一阵又延返 实际是没有真真正正的有机会 让香港本地的生意恢复正常 这样也不是办法的 所以我觉得是 宁愿延一些大家付出的代价 现在我们拖下拖下都整一年 为什么不严格执行它一个月 让大家都有一条生路 因为我记得在大陆 在青岛不是有几个案件 接着是五天之内 大陆整个青岛是一千万人执行 五天之内 所以大陆的手法很强硬 所以譬如我在深圳 整个比较宽复得很好 因为深圳应该有一段时间没有生育 很久了 很久了 我看到深圳我们的同事都 除了去公众地方平时都不用戴口罩了 不戴口罩的 我们基本上是 除了搭地铁 搭火车之外 或者在商场之外 在街上都很少人戴口罩 不过无论 不过无论 说回室政报告也是香港楼市的影响 剩下的时间 你觉得是 是的 我知道你有些看法 现在政府对于非住宅物业 撤销了双倍印花税 但是住宅就暂时根据是没有什么得益的 那道理不是没有的 因为非住宅物业其实这段时间跌了不少的 如果铺位普普通通都跌三五成 我说租金 是 是 严重的一些游客区 以前贵到飞起那些 现在是跌得最厉害的 跌到七成 甚至七成过外的都有 那租金跌了之后 楼价都跟着跌的 因为回报就会低很多 工商铺是因为 基本上都是投资者 买家就是投资的居多 用铺的人 用写字流的人 很多都是租客 那所以呢 他那个买卖 缺少了用家自己买 所以就是 买卖就 价钱跟着租金一样跌 只是因为现在利息跌得更多 所以那些人都可以接受到低一点的回报 所以买卖价就没有租金跌那么多 但是租金又跌 买卖又跌 政府都知道市场不太跌 即使放宽都不会反弹得很厉害 因为如果一旦放宽就会被人罵 所以现在他有信心放了之后 非住宅物业都是没有条件出现大反弹的 所以他才敢取消了双倍印花费 那取消了有没有好处呢 对做生意的人当然有好处 就是有些物业 其实是有些物业 其实是预了市不好 需要严根的时候可以套现 那以前印花费贵呢 就会令到那些买家就果足不前 那现在印花费少一点了 交易成本少一点了 那让人容易套现 容易套现对于做生意人间有好处 比如他生意上需要资金周转的 伙计要出粮的 现在政府那个补咒 要撑企业计划 11月份都结束了 那有些公司可能需要钱的 你给他有机会卖楼套现 对他的生意是有帮助的 那所以我自己都认同 政府应该这样做 还有这种做法 对非住宅物业的价格影响不大 但对于有物业在手 需要钱的人就帮助会比较大 那这个是非住宅物业政府这样做 是有利于做生意的人 解决周转困难的问题 但是 但是 对于住宅呢 住宅呢 住宅呢 市场呢 其实就还在高位赔回的 我自己认为住宅在高位赔回 不是因为住宅市道特别好的 住宅市道呢 其实都受到投资因素 一些不利的影响所拖累的 不过是因为货币因素 很多政府都印多了钱 钱就印得比楼宇的供应量快 所以住宅呢 在这段时间呢 都在高位赔回没有点跌 由于 住宅的价格是有用家 支持不同工商铺 用家就租 投资者就买 住宅就是 用家就是投资者的了 所以即使市我不太好 住宅也是有人买 在过去 應該不是过去 应该是11月份 有一些新盘也是买得很好的 好像新世界那个柏鸥庄 推了几次都 每次都一份清袋 citizens 整个月卖了一千多二千间 很久没试过一个月卖这么多物业 所以我自己看住宅的需求还是相对强烈的 前两个星期因为拍奥庄还在选择楼 所以二手市场就慢点 这个星期一选择完楼 必资金就很快留回二手市场 所以我自己也有预期政府未必会这么快就给住宅可以选择 政府应该可以做的就是那个按揭上限 现在一千万楼上按揭只能做五成 一千万楼下可以做八成 差一点就由两成首期变成五成首期 对于刚刚有些楼在一千万以上 那些楼上其实是对他们很不公平的 那些楼是会特别难卖的 因为你那个按揭的乘数 那个跳幅差得太远了 一个是五成 一个是八成 五成那些你差不多要一半存够一半钱才可以买楼 如果八成按揭 两成就可以买楼 那变成有些刚刚过一千万以上的楼 就很难买得出 现在就照我所知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会和 业主会和买家打龙通 把楼价写低少少 让他们可以借多些钱 那这样做犯法 先示声明不要随便去以身示法 但是因为那个利益差太远了 那很多人都将楼价做低些 就可以态度多些 但是这种做法就是犯法的 政府应该不要引人犯法 所以我原本估计 政府会将一千万楼上的按揭 不是一跳跳到去得五成 而是应该逐步循序战争的 比如一千万到千五万就借七成半 千五万到二千万就借七成 或者五千万到三千万就借 六成半一步步退市场就会合理一些 是否主要是担心银行的风险 就是一旦楼价下跌的话 如果是拿这么少银行的风险 是主要政府担心的 但是实际上 银行的风险 其实政府关注一下都没有问题 但是实际上银行自己都会关注 现在银行其实水浸 你给银行的钱有出路 亦都给香港需要买楼的人 不用存首期存得这么辛苦 其实是对香港人有好处的 明白 好 今天多谢施老板资电报告 点评一下对香港楼市 甚至大湾区楼市的影响 多谢施老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